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Python的视频 什么内容 请看我的标题 PIP ENV 给人用的Python的开发管理工具 为什么是给人用的 这不是我翻译的 这它的官网就这么叫Folk Human 对不对 有兴趣朋友可以去访问一下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首先看一下知识点 什么是PIP ENV 它是更加便捷的Python项目管理工具 前两天我给您做一个视频 讲解了Python虚拟环境的搭建 那个工具叫做Virtual ENV 对不对 今天这个工具 就是在Virtual ENV的基础上 增加了更加便捷的项目管理机能 类似于什么 类似于Node.js的NPM的项目管理 非常的方便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它的官网 我给您访问一下 这是我的官网 Go 大家请看 这是它的官网 非常的简洁 对吧 也没有什么花脸胡哨的内容 但是写的非常的好 有兴趣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说我英文看不懂怎么办 没关系 我都给您总结出来 按照我的课程走就够了 另外 这个工具还听一个在线的调试模式 有朋友可能在本地没有Python 没有装PIP 对吧 但是我就想用一用 这个PIP ENV 怎么用 有什么好处 只有一个Blauza版的在线工具 您可以去调试一下 今天我不用这个 为什么 我本机给你演示 好 那咱们开始 首先说如何安装 肯定是PIP Install PIP ENV进行安装 咱们试一下 在我的本地的环境下 直接敲 PIP Install PIP ENV 就能安装 它是安装成一个全局的命令 OK 安装完成 速度如飞 然后咱们点PIP list 看一下 现在内部依赖一个 Valchor ENV的客栏版 大家请看 它依赖是这个 Valchor ENV的客栏版 但是我本机 其实已经安装了Valchor ENV 然后咱们安装的工具在 我看在什么地方 这 PIP ENV 没有问题吧 最新版本是2018年11月26日 OK 安装完之后 先别着急使用 咱们看一下它的版本后 用PIP ENV 然后是--Russian 看一下 2018年11月26日 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该怎么使用 咱们建立第一个 咱们的工程 马上做 就在我当前的项目下 然后咱们建一个文件夹 叫做MyWeb 比如说 咱们想开发一个 Python的Web应用程序 对不对 好 咱们建一个MyWeb的目录 然后进入它 都没问题吧 接下来 咱们使用这个命令 大家请看 PIP ENV 然后是--Python3 好 咱们用Python3 一回车 它会在当前目录下 初始化一个Python的工程 Go OK 工程初始化完毕 它其实就是给咱们 安装一个Virtual ENV 内部框架的一个Virtual ENV 好 然后大家请看 这个Virtual ENV虚拟机的路径 是这个路径 接下来咱们干什么 首先咱们在这个虚拟环境下 安装一个Web开发框架 Flask 好吧 试一试 Go 是这样 在安装之前 咱们先打一下PIP list 看什么 看一下我本机Python 所安装的这个软件列表 都在这 对不对 并没有Flask 好 咱们通过这个命令进行安装 大家请看 咱们一般安装PIP 是通过PIP install进行安装 但是 因为咱们使用是PIP ENV 所以说呢 用PIP ENV命令 进行install安装 Go OK 安装成功 是这样 咱们通过PIP安装的话 会安装到咱们本地Python的全局 如果PIP 通过PIP ENV进行安装的话 咱们再看一下 咱们本地PIP里面有没有 并没有 对吧 并没有刚才咱们说的Flask 在什么地方 在咱们的虚拟环境中 它进行了安装 好 咱们一步步操作 一会儿会让您都看到 接下来是这样 咱们安装完之后 会在咱们MyWeb 这个目录下 生成一个PIP的File 咱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 会生成一个PIP 这个PIPFile 就相当于咱们 nome.js的package.json 好吧 完全的一样 这地方有什么 有咱们这个工程 所依赖的所有的包 然后呢 如果是开发库 有依赖的开发库 然后还有这个Python的版本 等等各种各样信息 这是中心库的信息 都在这个地方 非常的方便 一目了然 好 咱们接下来 看一下咱们全局区 刚才看到对吧 然后咱们进入 进入什么 进入这个虚拟环境 大家请看 咱们安装完这个工程之后 这个地方会有两句提示 大家请看 通过PIPenvShare 进入这个虚拟环境 好吧 然后你要想运行 虚拟环境的命令 可以进入虚拟环境中运行 也可以不进入 通过PIPenvRun 进行运行 咱们先进入这个虚拟环境 好不好 通过这个PIPenvShare 大家注意看 我的这个Share有什么变化 大家请看 在前端多了一个前阵 对吧 说明我现在是在这个虚拟环境中 这个时候 咱们再敲 PIP List的话 请看 Flask在里面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在虚拟环境中 它给咱们装好了一套Flask 以及它的依赖库 没有问题吧 OK 接下来 这还有个命令 是这样 我先把它退出这个环境 退出环境 咱们运行这个命令 PIPenv 然后是减减 Venv 看什么 看当前这个工程所绑定的虚拟目录 大家请看 咱们当前买web这个工程 其实是绑定本机的这个虚拟目录 但是这个虚拟目录咱们不用去管理 它默认会把一些个库安装到这个目录下 它就是Virtualenv的一个虚拟目录 咱们不用去一管 为什么 因为咱们本地文件家 其实就这么两个文件 一个是Pipfile 一个是Pipfile lock Pipfile lock就相当于 NPM的package.json.lock 功能是完全一样的 好 接下来 它给咱们提供一个命令 什么命令 是这样 咱们这个工程安装了很多库 那这个库之间的依赖关系 是什么样子呢 它给咱们提供一个非常方便的命令 叫做Penv Graph进行观看 咱们就看一下 稍等 我把这个屏幕清空一下 咱们看一下 因为我在虚拟环境下 仅仅是安装了一个flask 所以说这只是一个flask 版本号 以及这个flask 它所依赖的其他的库的一览 在这个地方都能够看到 这个命令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OK 接下来咱们 刚才已经退出这个虚拟环境了 对不对 好 然后 是这样 咱们再回到这个 Pipfile 咱们请看 我刚才在这个依赖包的里面 安装了一个flask 对吧 比如说咱们想在这个开发环境中 再装一些个这个测试包啊 等等的 那些个包 是不能够安装在生产环境中去的 应该是安装在开发环境中 开发包里面去 该怎么做 咱们就来做一下这个 很简单 通过这个命令 大家请看 Pipinv install-dev 相当于npm的-d 是吧 相当于npm的-save-dev 对吧 好 那咱们在这个开发包里面 或者说这个开发区 这个地方 咱们再安装一个非常长运的request 好 咱们试一下 Go 安装完成 没问题吧 好 安装完成之后 咱们看一下这个Pip文件 大家请看 刚才在这个开发包里面 有一个flask 刚才这个正式的包里面 有一个flask 现在呢 在开发包的位置 多了一个request 对吧 也就是说 这个是开发用的 这个是真正部署用的 好吧 可以这么理解 好 接下来是这样 接下来我这个课件中没有写 但是我给您打一下吧 我现在安装了一个flask 安装了一个request 对吧 咱们看一下 通过Pipinv 然后通过刚才那个run 对吧 run神 我在这个环境中run一个piplist 可以吧 你回车 出来了 flask在 爆它的依赖包都在 然后request也在 没有问题吧 最新版本2.2 OK 接下来 再给您讲一个新的概念 什么 叫做一个团队内项目共享 什么意思 我是一个项目经理 或是一个项目leader 可以吧 然后我在我的本地搭建了一个虚拟环境 但是我要把这个虚拟环境共享给我团队中的其他的成员该怎么做 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把这个pip这个文件 pip file这个文件 拷贝给你项目组的人员 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咱们试一试 比如说咱们退出 然后咱们再建一个myweb1 可以吧 咱们进入myweb1 这个目录相当于是项目其他成员的工作目录 好吧 然后咱们把这个pip文件拷贝过去 我这个地方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演示 您未必通过http共享 可能通过git共享都可以 对吧 好 咱们把这个pip文件拷贝过来 我现在直接拷贝 右键复制 到myweb1 选择粘贴 过来了吧 好 然后咱们在这个目录下 干什么 myweb1已经有这个pip文件了 对不对 那么咱们干什么 咱们进行安装 或者说进行初始化 通过这个install pip因为install命名 进行初始化 我这个地方加了一个-dv 试试说将开发库的包也一同安装 如果不加这个-dv 只是这个的话 它仅仅是安装真正的库 它不安装这个开发库 只是安装这个工作目录库 好 咱们通过-dv同时都安装 试一下 go 好 非常不错 安装成功 安装完之后 咱们通过这个pip 因为share进入这个虚拟环境 当然了 咱们可以不进入 通过pip因为run进行执行 也是可以的 好 咱们进入这个虚拟环境 其实刚才这个命令 就相当于咱们又建立了一个虚拟环境 我现在等于是在我的本机上 有两个虚拟环境 好 咱们进来之后 pip list看一下 咱们myweb1下面 其实已经安装了 和刚才myweb下面相同的酷 这个完成了咱们团队内的 工作环境的共享 非常的方便 对不对 OK 接下来咱们讲一下 这个删除虚拟环境 咱们先退出 好 在myweb1下 干什么 咱们先看一下 这个虚拟环境 所使用的虚拟目录 这个地方 对吧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没问题吧 好的 然后我通过 大家请看 想删除这个项目的话 怎么删除 pipenv 然后是减减rm remove 进行删除 非常的简单 go 删掉了 删掉完之后 咱们再运行一下 这个减减venv 看看还有没有这个虚拟目录 没有了 为什么 这个项目已经被咱们删除掉了 OK 就这样 非常简单 对吧 好 咱们回到咱们刚才的myweb工作目录 OK 接下来咱们干什么 代码运行一下 试试看 好 咱们呢 在这个myweb下 刚才咱们安装了一个request包 request包吗 对不对 那咱们先建一个man的文件 咱们就直接引用它一下 好 在main.python下面 我直接import了这么一个request 可以吧 好 那么该怎么运行这个python文件呢 首先说 我本机 咱们看一下 是没有这个request 对不对 那么咱们运行命 这个python文件都是怎么运行 python 然后敲上python文件名 一回车运行 对不对 但是我本机全局环境 并没有安装request 所以这地方肯定是报错 但是我myweb的虚拟环境中 是安装的吗 对不对 那么怎么执行 用这个命令 刚才跟您介绍过 pip因为空格run 然后是 在这个run之后 才是这个虚拟环境中的命令 比如说敲上python 空格man.py 就能够运行 就能够找到这个库 可以吧 能找到 没有报错 咱们就通过这个方式呢 来引用虚拟环境中的库 来运行虚拟环境中的程序 OK 接下来 咱们还能够定义一些个脚本 这个其实也是npm所具备的功能 咱们的这个pip也具备 怎么做 咱们试一下 把这个脚本拷费到咱们的pip file文件当中 建立一个script脚本区 然后呢 我在这个脚本区里面定义了三个命令 哪三个命令 那请看 start命令 test命令 包括list命令 后面呢 是咱们可以根据咱们的项目 随便写咱们的一些个项目命令 对不对 好 怎么用 首先我在这个man下面 把它敲点内容吧 否则的话一会看不到 也不是不好吗 对吧 什么内容都没有 也是不好 hello man.py 可以吧 不要事 咱们先执行一下试试看 能够执行 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 我想通过我定义的这套脚本 来执行这个man点python 该怎么做 注意看 这个地方 我就不再敲什么这个python空格man了 我直接敲刚才的命令start 这个地方 命令叫start 对不对 好 我叫start 然后一回撤 他也执行了 他执行是什么 执行是后面这个命令 在当前的虚拟环境中 执行这个命令 效果是完全的一样 咱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定义 咱们所需要的自己用到的命令 好不好 同时我还定义test 但因为我没有这个python test 所以他之前肯定要报错 但是这个list 咱们可以试一下 我通过pnp run 然后一个list 干什么 来显示一下 我当前虚拟环境中 都安装了哪些个包 试销 没有问题 对吧 这是虚拟环境中所安装的包 flask在 对吧 request也在 没有问题 非常的方便 对不对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讲解的所有的内容了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怎么说呢 上一期我给您讲解的是virtualenv 管理起来这个项目 稍微有一点困难 为什么 您得意识到本地目录的存在 那么今天如果用到pnpnv的话 您就不用再意识 您就不用再意识本地目录 您只要意识到本地项目管理文件 p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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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拜拜